山西鄉頂正村的民眾卡蘇貝智農社區活動中心 大部分都需要過沿海路 也就是車流中很大的第17艘 但是這些路口卻沒有為鄉林的標算也沒有設定 這也增加了四大用路風險 所以對我並以代表邀車流相關單位全都會抗 希望他就是鄉林安全的政策 中華館員周君林 山西鄉民代表上人 當地山西鄉沿海路跟鄉頂路路口抗抗 在鄉民代表會主修表師 這裡缺點好到斑馬線 傳媒要過大樓到社區 當中心是很危險的事情 今天兩月會蓋我們12樓這裡 因為我們這個社區還有這裡 因為在村裡都老了很多 從事實施在特朗路上 所以要來領求更多新興建 青陽東跟岸山 和岸川 有那個斑馬線 因為社區的路口很比較安全 因為這個社區長在幾百多年和開花 在樓下出入所以很不安全 所以才有要求的人 設計清晶金和斑馬線 他們從北京的安全問題才有保障 中華館以完祖君臨幾次 行臨的安全是目前最優先的交通政策 希望相關黨員可以專門檢視各地路口的狀況 不能夠出事才來處理 我們縣西沿海路二端跟頂端路的路口 這邊有我們的社區活動中心還有籃球場 因為居民就是食材在這邊出入 尤其這邊的老人家行動比較緩慢 甚至於是幼童在這裡已經有發生過很多次的車禍事件 造成我們的居民、專民覺得真的很不安全 希望今天透過程秀寶、立委跟本人 這邊還有我們的代表會主席、公所、各單位等等 以及我們這個地方是我們交通部公路段的一個地方的權責 希望透過各單位來尋求最好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知道這個地方原本就是沒有劃設斑馬線 以及說是一個我們的耗製的一個紅綠燈的部分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個部分的會堪 演繹說能最起碼要增加我們的人行步道 我們的斑馬線等等 也而且是要增設一些我們的標誌線 讓我們的居民出路可以更安全 提醒我們的用路人可以注意這裡有一個路口 要小心前方的一個路況、小心行駛 警方表示賓種用路無論是騎車、開車或是走路 都要為自己的安全負責 萬行、停、看、聽 這是保重自己跟別人為安全的方式 那有關我們所設置的這個標誌標線 其實都是有它的用意的 那希望我們用路人在駕駛的時候 務必遵守這些標誌標線的規定 那小心慢行 那在通過路口的時候 務必注意這個左右來車 以避免發生交通事故 台灣不正常行臨安全的為中台交通改善政策 雖然說是合意 但是實際上也有很多設施需要中心設計的改善 相關黨委也還需要加強這些設施的改善計位 那如果沒有只是一個靠河而已 新中華新聞臨美鳳山 蔡宏博德